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十二号在北京闭幕并发表会议公报 当中明确提及确立习近平党中央核心地位 和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显示习近平不但笃定成功连任 可能还要将这两个确立写住党章 更加巩固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展示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反对台独的坚强决心和强大能力 对台政策方面 对比十七大十八大的七中全会公报 都指以积极做好对台工作和港澳台工作 进一步加强等字句简单带过 这次的公报明显增加针对台湾的论述 代表台湾将是二十大的重要议题之一 应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主席国 哈萨克斯坦政府邀请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率团赴哈 出席十月十二号至十三号 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亚信第六次峰会 二十大会议即将在十六号登场 中国外交部十一号却宣布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要率团赴哈萨克出席亚信峰会 按照中国现行的七加三隔离规定 王岐山有可能全程缺席二十大会议 而在二十大前夕 北京展览馆举办了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 聚焦中共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的十年政绩 其中一个展区的主题是 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 介绍过去两岸交流历程 在近来两岸紧张情势升温之际 可以格外受到外媒关注 欢迎新闻林炳轩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